老师傅丝毫不知自己的无心之举竟会招惹大麻烦 命运的他回到家就酣睡过去 可没想到转天一早他竟从大街上醒来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他立马朝戏班跑去 使起爱惜弄的两个徒弟就开始咒骂 本以为这样便可恢复平静 可没想到离奇的事情却再次发生 为了查清原委 老师傅选择一夜不睡 可到了大半夜竟出现了恐怖的脚步声 吓得老师傅拼命求救 不曾想嘴巴却无法发出半点声音 老师傅断定自己一定是撞鬼了 与此同时戏班内也开始出现闹鬼情况 更诡异的是 戏班老板竟从戏台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花苞 此时老板女儿一眼就认出了花苞正是自己送给母亲的 老板猜测骨灰坛里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妻子阿凤 原来在两年前阿凤受小白脸蛊惑 将家中的全部财物带走 跟小白脸准备私奔 不料半路上 小白脸竟选择谋财害命 如果不是被路人所救 可能自己到死都无法弥补丈夫和女儿 自知愧对家人的他果断找到小白脸想要同归于尽 不曾想去反被小白脸杀害 死不明目下 这才附身木偶人身上报仇 好在如愿让小白脸付出了代价 为了弥补女儿和丈夫 他宁可不投胎也要日夜守在戏班里 守护丈夫的生意兴隆 而那些被他吓走的客人实际上是来戏班捣乱的嫖客